这个去莫托的路好走吗 你到这什么车子吗 我就是就就这种普通的越野车 路烂得很是吧 想问一下就就从这边进莫托的路好走吗 不好走 不好走 就SUV皮卡的货车就走 就SUV皮卡货车可以走 是吧 但是你们之前得五六个小时吧 也得五六个小时 莫托是我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城 从波密到莫托全程一百一十五公里 该路段不允许小轿车驶入 如果你对自己的驾驶技术和车况不太有信心 可以选择搬车 你们这到莫托是是多少钱一个人呢 两百 搬车是吧 你为大扎车吗 大扎车到我们四驱的 四驱的越野车 四驱的越野车 就那种 就停在那边那种八道是吧 八道是吧 那边的 是单边进两百块钱 也是两百 进两百出两百 哇两百价格还挺高的 我现在在临时抱佛脚 我在查木头的路况 然后看看都进去过什么车 我有点非常的担心 中间的这种路况 是不是我们自己的这辆XC60能够吃得消 因为刚刚看那些搬车都是霸道 我们在波密四处打听路况 经过再三的斟酌 最后我们还是决定要挑战一下自己 这是扎木大桥 你看它这个水量太大了 它还要泄洪 高几个洞 啊 嘎龙阿隧道 三公里 看不出来 这隧道哇 这隧道地上在冒水耶 哇 哇 这种大车开这种 开这种路啊 转这种湾真的是太艰难了 每次都还要倒一丝车才能掉过去 看我们去摩托 现在还是挺担心这个天气的 就是一直是在下雨 现在外面也是在下雨 然后这几天一直都是雨雨雨雨啊 好 这里堵车了 什么原因呢 就是头车是辆大卡车 拐这么窄的路的U型弯的时候 几辆车都是一回拐不过去的 对 这种大卡车都一回拐不过去 所以得等着 慢慢的让他们先拐弯过去 上面的水还在往下游啊 下山后就到了进入摩托的游客中心 摩托是唯一一个游客进入还要收费的县程 好了 我们现在进入摩托景区了 就是进入摩托它属于景区 然后这里的门票标准是旺季每人210块 淡季每人105块 这里想跟大家提醒一下 门票费用中有50元是属于意外险 属于非强制消费项目 如果不需要一定要跟前台主动提出 它有时间限制吗 2年之前要过这个检查站 要过这个检查站是吧 就在这儿是吧 对就在前三一门 好 好了我们在门票站碰到这辆苏西的奥户 然后认识了一下 他给了我们一个对讲机 好这里查票 两位吗 两位 你们路上注意安全 最近的话一直都在下雨 好谢谢 好路上注意安全 嗯 从游客中心开出不到100米就是检查站了 在这个检查站所有的轿车都将会被劝返 只允许大货车皮卡和SUV进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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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